有效教學 但是其實我覺得 一般我們其實碰到的困難 是什麼叫有效 你要告訴別人說我這個教學有效 那可能各位 或以後如果要碰到做一個有效教學 最重要的也是你要說服別人有效 那這個有效要如何說服別人 那校長說這是一個研究的成果 的確不過我其實關注的不是在 它是一個研究的成果 我比較關注的是說 如果後續有人想要做一個 有效教學的時候 我其實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我們一個實務的教學者 他可以怎麼樣來執行 就是說我弄一個有效的 我宣稱有效 那我如何來執行 告訴別人說它是一個有效 而不是說自己憑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通常 跟很多人在溝通的時候 或者到其他縣市去參訪 其實我們也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就別人在說他們有效 為什麼 因為老師感覺有效 為什麼 他們覺得學生好像感覺很有趣 可是有趣就跟有效一定畫上等號嗎 這個其實我會有點質疑啦 為什麼 那你讓他來玩數學遊戲就好了 那鐵定是有趣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我們要宣稱它是有效 而且我們希望它的流程是值得推廣的話 那我覺得它應該有比較嚴謹的定義 那今天我其實想要跟各位分享 主要不是在邏輯推理這四個 因為那這個是我這一個模組的內容 其實我想跟各位分享是說 如果我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教學模組的話 那我應該是要怎麼樣來執行它的流程 然後來說服別人它的確是有效 值得去讓別人可以複製跟推廣 好 那 那首先呢 我就先說一下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發展一個它的東西是重要的 因為現在其實森林國家就有很多像 包括國內最重要的大佬 他們在推所謂的亮點計畫 他們都希望大家找出來的那個數學東西是最重要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邏輯推理是重要嘛 所以我切這個素材 那我希望呢 假設我要教一個所謂的邏輯推理 那麼我應該要執行 如果如何來證明說我這個教學它有效 所以我建立一個教學的模組 那第二個第二點其實應該是很多人比較欠缺的 就是說我如果來檢查它有效 那我就希望我來設 我來其實是我們輔導員 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借用所有人的力量 去建立夠了一個評量系統 那這個未來是要在線上 那這次因為比較趕 所以我們那個目前就是在這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書面的 那也非常感謝森林國小全力的支援跟配合 所以可以在一個月內把這個案子執行完畢 而且看起來它的成果呢是非常的新外 其實我在幾年前就有做過詮釋好多個樣本 但是我其實在這裡推廣的時候 我其實是全部都是用普通生 而且都是我不熟悉的學生 然後其實我還有增加了一組叫做食物操作組 因為我想把它用的場景比較接近 我們一般在教學真實的場景 所以我有看到一些比我以前過去看到的東西 還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我自己也覺得有很大的收穫 那因此它一個平常系統 那這個平常系統 其實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我們後續如果說在做類似這樣的一個有效的模組的話 那它的平常系統有什麼作用 就是我們所謂的校標 校標就是用來檢查 像我們這一次用的平常系統 就是學生還沒有執行之前 我就先施測 那這個施測的作用是在檢查 三組的起始點行為有沒有不一樣 然後等你教學完畢之後 你再 再測一次 那假設它在起始點的行為不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它排掉 就是它的差異性排掉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就是說這三組裡面有某一組 某一班他們老師平常就很重這個 所以搞不好那一班的起始點行為就很高 所以這個就所謂的前側 那還有一個後側 那前側的功用是在檢查起始點的差異 那可能大家都說 可是我們怎麼有辦法做到這樣 當然可以啊 難道各位會怕病體嗎 其實你們根本不會怕 你不是每天常常在給學生考試嗎 現在只是說 我這個考試是 這個能叫我的平常系統 這個當然是你的 如果是符合你的需求用的 那就是符合你的平量系統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麼有的嚴肅 那我們這一次 因為是邏輯推理 所以我們沒有現成的平量可以用 所以我們就委託 我們的國小輔導團的團員 每個人都照了一些 可是各位 我為什麼要把它叫校標 因為他們的東西 我只鎖定說在邏輯推理 可是他們命的東西跟我真正教的東西 不是完全扣在一起的 這樣各位懂不懂 所以我把它叫校標 那這個校標 通常如果說我要建一個校標 它是不是合理的話 各位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你去把它命出來之後 你去測你的學生 然後你再去用一個 譬如說國語的測驗去測 也用一個自然的去測 假設他測出來的相關 跟數學能力的相關比較高 譬如說我這個是在測邏輯 邏輯理論上應該跟數學的相關比較高對不對 好你假設把這一個跟你學生的數學相關得到一個相關 跟國語也得到一個相關 跟自然也得到一個相關 假設他竟然跟國語的相關比數學還高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是測到什麼去了 國語 各位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說你要檢查 我這個測驗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的確在測數學的人家就是這樣檢查 可是相關我也不會跑 其實他非常簡單 各位如果說你做有興趣要做這樣 不太會跑 欸 寄過來我們輔導團 我們很快就可以把它做好 然後寄給你告訴你 欸 你可以放心 這個程度還不錯這樣 類似這樣 好 那當然如果我們 我們在這一個裡面其實講的是ICT 就是說我們有三組 其中有一組是ICT 另外呢我們也看他的創意 那當然創意大家比較注意 就是創意其實很難測 所以我今天可能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的數學創意怎麼做 好 那另外在創意裡面有這個 這一個模組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說 他的從隨身的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學生 目前在做這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有一些迷失概念 那那些迷失概念在哪裡 那當然這個有助於後續的補救教學了 好 那這個是有三階段 跟剛剛講的類似 那這個研究流程其實也一樣就是有三階段 第一階段其實我們就是在發展我們的模組 第二個就是在進行實驗教學 你看有三組嘛 第一組就是有一個是ICT 我們叫實驗組一 第二組呢是食物組 就是他用的是其實待會各位可以看到作品 裡面就是我其實就是去買那個什麼 棉洗塊 讓他當食物可以操作 第三個是就是直接教學了 就是告訴他 然後講完之後 教學生在紙上畫 有這樣三組 然後我們想要看他們在這三組的學生 在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然後再進行有三次 其實兩次前側跟後側 然後在這當中 例成的就是他在學習的當中 我們有找他三件作品 前期、中期、後期 然後為什麼找三個時期是要看他數學的創意 那因為我們用了一個技術叫HLM 那個可以看數學的潛力 那個一定要三個點至少 所以有看前期、中期跟後期的作品 好,那各位來看 那個模組整體就是說 他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一個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 就是我對問題給你 然後我看你選怎麼解決 第二個 他其實是一個比較高階的思維 然後他的題目是 好,如果這是一個平面 然後我現在有一些直線 要去把這個平面分割 最多可以分割成幾塊 我的題目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學生呢 我們有三組 那透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這個是有一系列 但是這個是最簡單、最初階的 然後我在這個裡面 我要看學生有三個能力 第一個是對應的能力 第二個是遞毀的能力 第三個是函數推理的能力 那當然這感覺好像有點數學 不過他其實很簡單 我待會給各位看 他的學習單就知道了 然後我希望透過三個 這三個能力的引導 系統性的引導 來看學生在這一塊的問題 解決的能力的發展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他題目是比較難的 那你在教他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系統性 所以我們其實期待 透過一個系統性的引導 讓學生把一些比較高階的能力 推廣出來 好 那他的題目 他有一個題目的情境 那其實我這次也企圖想要做 他有一個動畫 可是我的 因為我的硬碟壞掉 所以目前我給你看了 就書面的 我給小朋友看那個動畫之後 其實我想要了解 學生對那個閱讀能力 比如說動畫播放之後 我其實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題目就是在問什麼 結果 我收到的答案真的是 慘不忍睹了 所以我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可能 就是說在 學生的閱讀能力這塊 可能 以我們國內的學生 應該是有需要加強 因為在Pizza裡面 詮釋的評比 我們的科學閱讀 其實都排 也是排得很後面 那我聽不懂 簡單就是說 他就是把剛剛我講的 線分割面 然後來做成一個問題情境 然後 問題出來了 我就要學生解決 那我如果叫學生解決 好 我有三組 我的 ICT輔具組 我就是給他這樣一個 他們在電腦教室上課 然後就是給他這個檔 然後呢 這個檔其實這樣 他就是有八條線 好 這是第一條 那我為什麼做成 不要他們一次一次打開 我是要告訴小朋友說 這八條 然後你去搬搬看 這八條呢 你在搬的時候 你去觀察 一條線可以把平面分成幾塊 那當然這個小朋友應該是很容易可以看出是幾塊 兩塊 三班的那個教學流程都一樣的 只是ICT輔具組是給他這個 然後15的教學組是給他那個竹塊 然後他給他一塊一個白色的紙 就是把他當做那個那個平面 然後另外一組就是直接就是用縮的 叫他畫畫看 類似這樣子 那 呃 我有配合一個學習單 這個學習單在這裡 好 這個學習單 剛剛這個是問題要解決的 請讓寫出來 可是這一塊我 目前因為那一天很趕 所以這個我沒有分析 然後我要學生填這個 我就說 呃 他們在班的過程中 一條一條 每增加一條 然後他去觀察 體現我這個應該是 有兩個學習單 第一個學習單裡面沒有這一個 沒有這個焦點數 直接就是讓他看 欸幾條雷射線 然後可以最多可以分割成幾塊 類似這樣 啊填出來 然後 執行完一 一段時間之後 再 再給他們一個學習單是有這一行字 就是我看焦點數 因為 再來 我這個人比較習慣的教學法是 我喜歡先看小朋友怎麼玩 雖然我已經知道說 臉是重要 但是我不喜歡直接告訴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玩完了 完了 然後填了老半天之後 然後最後我再告訴他說 欸這個是重要 這個跟焦點數有關 叫他們再去檢查焦點數 類似這樣子 然後再看兩次之間 比如說沒有焦點數的是初期 然後給你有焦點數之後是中期 那最後再看後期 那這個 這一個完成這邊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對應 然後這個就是 他的工具 一條 好兩條 然後讓他這樣亂玩 看看他能不能看出 幾個 那我們看過很多學生 他大概都是初期都這樣 我其實一早起 我這個東西是 自由生做出來的 因為早起我帶領一批自由生在開發這個工具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我們還找不到焦點 那就是讓學生去玩 然後他們學生都知道 他們很快就知道說焦點是重要的 焦點你要拉開要最多 可是當他們把這個執行完之後 他們可以找到線分割面的公式 但是同樣的素材 就是同樣的這個議題 我們本來認為說 他既然找得到 那麼 我給他第二個題目 圓 後來我們就做了第二個圓 然後圓可以把平面分割成幾塊 類似這樣讓他也在那邊斑斑 然後想說啊你線的可以 可以找出來 那你圓不是應該也可以嗎 結果後來發現不能 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思考說 應該線學生比較熟悉 因為線的那個 他們在搬線的時候 他們其實那個樹裂很快可以出來 可是他好像是從數字去推理 就是說他的數字是對的 可是他的族形都不對 我那時候覺得很訝異耶 可是他覺得那個問題 跑到這個問題來的時候 他沒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一定是還有重要的地方 不對沒有找到 所以我們就退回來 退回來再找 再重做 所以後來就發現到說 我們有小朋友就告訴我們說 老師 你要把圖形排成一個規則 所以我在這一次裡面 我就有接進去所謂的Pattern 就是說 你不但要把它最大化 而且你又要把它排成一個主型 這樣子他在推函數的時候 才有辦法進到最高階 函數的推理 好 那就是說 我其實已經大致知道這樣 所以我就在這一次的課程裡面 我希望 在小朋友玩一玩之後 他也可以發現這個性質 所以你看這邊 這邊就是我剛剛所謂的對應的推理 然後這邊叫地毀 譬如說我看到這裡 增加幾個焦點數幾塊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函數的 這個地毀的關係找出來 然後最後去找到他的函數 這邊是我的 最後要解決函數 函數的關係 類似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再回到這裡來看一下 小朋友的表現 好 那我的資料分析裡面 其實也是看這些 我們先來看一下小朋友的作品 我們有一些組別嘛 然後這些組別裡面 等一下 我想一下放哪裡 好 這裡 好 這個是食物組 就是他用筷子的 這我們很感謝 勝利國小這邊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負責在裡面做教室觀察 我們這次其實從量的教室觀察 還有學生的訪談 裡面三角校正 去看這個數據 你看這個 你看這樣排 你就知道他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說他最大化就是 焦點要最多對不對 他把所有的焦點都 擺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代表他焦點 他的最重要觀點還沒有找到 不過這個可能是他比較初期的作品 因為我除了看這個以外 其實我有看他玩多久可以看出來 那這是另外一個小朋友的作品 這是食物組 那這個食物組的 除了 道具給他看以外 你看這一個 這個其實是 有沒有成功 各位你覺得他有沒有成功 他插上面最上面那一點 那這兩個 只要沒有平行拉過來 一定會找到焦點 因為我們直線是無限延伸出來的 好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好這個是有一個小朋友的作品 然後 好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ICT服劇組的 那有一些這個是 就是這個看起來這邊交有一點嘛 所以這個還沒有成功 然後這個是平行嘛 很奇怪哦 他可能數量是推對的哦 可是他線哦 那概念的圖形還沒有進來 那這邊是 也是供點型 那這邊是平行型的 我們有把 大概學生組型 錯誤的組型 大概可以歸成幾類了 那經過這樣子的 就是玩完完之後 我當然比較關鍵就是說 玩到最後 究竟你看到什麼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玩到最後就是 每一組都有三節課給他玩 玩一玩之後在 那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頻量再測一次 就看後測 然後 各位來看一下 有三組嘛 第一組是ICT腐劇組的 那有這個學生 然後M是平均數 看起來 好像上面那邊 就比較高一點對不對 19.23 然後傳統跟15 這兩組差異性很少 這是前側 前側 然後再來看後側 各位看一下哦 最上面45的是ICT腐劇 然後傳統是28 15是34 各位我跟你講我都沒有造假 因為 三組在測的時候 我是被分派到監考一組 一班 然後另外兩班是他們老師監考的 那就是這樣子中規中矩的測 SD是標準他是看分散 那但是我們比較想看的是平均數 就是說 你這樣子交完了 每一班都給你三節課了 那究竟 他們的成效有沒有差 可是這個成效 現在測的我們看的是校標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些評量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是有點信心 那再透過共變數 所謂的共變數就是說 我把前側的差異拍掉了 我看實際上後側有沒有差異 然後看起來 看這邊 看這個 SIG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他是0.03 他只要小一點05的話 就是代表說 你可以有信心的說 這次的差異 是真的存在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已經把可能的誤差 推論的誤差排開之後 他的確有 達到所謂的統計的顯著性 所以我說 35學生排除其10點的差異之後 實驗教學處理後 三組的學習差異 呈現差異 那可是差異 三組裡面只要有兩組有差異 他統計就會達到顯著 可是這個差異是誰跟誰差異 來我們進一步 看事後考驗 你看 ICT跟傳統 兩個相檢之後 差異有打一個星星 打一個星星就是說 的確有差異 然後跟實物也有 那可是傳統跟 傳統跟實物 這個沒有 你看 實物跟傳統這組沒有 我就是他們兩個的差異線 還不夠顯著 好 那 接著我就去看他的中間 學習低層中的 我剛剛不是 我 我看對應地尾跟函數嗎 對不對 就低層 對應那邊比較 比較就是他的那個抽象 那地尾是中的 那函數是高的 結果 竟然看到的效益就是說 ICT 的確在這三個抽象裡面 包括函數都跟他們有顯著 但是很奇怪就是說 這個地尾 這一層 好像就是我們的 第二個實物操作組的 他只能處理到地尾 這邊 就是在函數這邊就上不去了 就上不去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 發現到說 他雖然搬搬搬搬 只有東西給他搬 也搬很開心 可是他的問題是在 他那個焦點疊在那裡 他不太能看到那個 那ICT 就是他搬搬搬 好像很容易看到 就不太曉得 為什麼 是的確真的是 包括那個怡針老師 在那邊觀察的人 都的確有發現到這樣子 這個是我 我比較訝異就是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在做的時候 我沒有做實物操作組 我只有做有跟沒有 我沒有做那個 所以我也不太曉得 我說原來實物操作組就是 看到地尾那邊而已 好這個是我剛講的這個 就傳統教學跟實物教學 只能處理到 對應跟地尾這邊 那ICT呢可以提升到 比較高抽象的 好 那到這裡之後 我想要再回過頭 讓各位看到就說 那我究竟用什麼題目測它 各位你看 你看我們的題目 其實跟 跟我們處理的也沒有截然關係啦 就是知道是推理 但是沒有截然關係 你看 下面的棋子 按照這樣排 第三十顆是什麼顏色 然後這個也是這樣一個 矩陣的方式 然後到第十二層是什麼 然後這邊 就有一個網路生產線 它生產這樣 然後 他說如果 有三條可以幾個 最多幾個焦點 這題目 其實我後來有稍微 又修改了一些 那這是他們原來的樣子 那這個是最短路徑 其實這題目 你很多可能都在某些 補充教材裡面其實都有看到 它並不是直接處理 我們實驗教學的那一塊 那這個 就是幾個環 到第十個的時候會有幾個 那這個是 這個圖寫排列到第十個的時候 會排成幾塊 那這個是 這個是影印的啦 一張四平方公分的紙 然後去影印 那這又做生活的轉化的 那它有兩 十塊 那最多可以產生幾張圖 那這一張 這張感覺 這一個 下面這兩題感覺 跟我那個處理有比較接近 可是也只有這兩題而已 你看喔 他說兩張 兩條可以切成這樣 那如果再給兩條 最多可以切成幾個 那這一個 這個題目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有兩條 分成這樣 那再給一條 可以 這個題目其實可以不可能分這幾個 那這個選項有改過 因為這個題目的選項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後來有改過 好類似這樣 這是我所謂的校標 那我用校標來檢查 那各位如果說你在做教學的 你在做一個 有效性的考驗的時候 其實照題目對你而言應該也不會太難嘛 因為那個都是可能跟教學比較實務相關的 接著我讓各位來看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就是說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看到其實點 初期 中期 後期的成長 我跑HLM 然後看他的成長 看邪律 這個是ICT伏劑組 這個食物組 這個是傳統組 那看起來他的邪律 你要看他有沒有有效是看邪律 邪律是看他的數學成長的潛力 那這個看起來有高一點嘛 對不對 那這裡是他70點的差異 然後這裡是他的邪律 可是喔 我有跑兩個喔 我還沒有跑這個之前 其實我有跑 前面這邊無條件模式 我實驗組真的有比較好 不過喔各位其實最有趣的是 我聽怡貞老師說 學生都問他 老師什麼時候還要進行這個教學 我本來以為這個很乏味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學生應該是不會有太 做完應該是不會有太大樂趣了 可是聽說一直追著他跑的時候 什麼時候還要再做 而且傳統組的呢 傳統組的優先問的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幫我找一些學生來訪談 所以後來他又做了一些訪談 好你看喔 這個是宜貞的教室的觀察 這是他自我期許啦 他說 我是第一次參與課日觀察 我的任務透過我的眼睛 將學生的學習 原資 複製出來 我將觀察過程記錄成一個手札 並將這幾次的觀察結果做一個整理 好 這是這下面是要自己整理的 他三因為我第一次 第一堂課在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好像很有趣 我就跟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每一堂課都來觀察 所以他後來就全程的這樣觀察 他說他的課 他說課程內容設計成功了 因為他覺得大家都很感興趣 那第二個學習單成功 引導學生循序發現解體的重點 再來 我看到校長已經在看手錶了 所以我們快速的 這是其中有一個小朋友的學習單 好 你看 他說操作方便 所以影響學生的學習意願 那配成的創作因操作不變 而比較不容易出現 好 那這是後來我就說 那你就每一組都找三個 低中高 就比較好的 就那個低中高是他在學校 本來數學的學習能力 好的 中的 差的 然後來問看看 T就是老師問 因為每一個人問的題目 就他對每一個學生問的題目都一樣 然後S是學生回答 他說你覺得這個遊戲最主要的在學什麼 然後他說推理數學 之前有沒有玩過這一類的遊戲 沒有 有看過嗎 沒有 不過我有發現他們學生的回答都很 很簡 在這三課的學習中你的學習意願如何 最開始不知道在上什麼 之後知道是推理數學後就覺得很好 希望可以學到這種推理數學 然後他說有沒有想要成功完成 有 你是我在意這一次的學習 很在意 為什麼 希望可以考好 你覺得老師有評分嗎 有 你在意的是因為分數嗎 沒有 單純想要學好 你喜歡這次的學習嗎 為什麼 喜歡 因為這個學習還蠻需要動腦筋的 還可以去理解 去玩推理 然後這邊有問到一個女的 她說一開始很無聊 不過後來越學會 但是我沒有去問她說這個是哪 就是三個組別裡面 哪一個層次的小朋友 好 最後 這個是我們剛看過的民事概念 那這個是食物組的民事概念 好 那最後再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就是說 我們有把學生在整個學習歷程當中的 錯誤類型 歸納出幾種 這個我們把它叫起盤型 那這個 大概都會有學生一開始 學到後面的歷程中 會出現的比例大概有七十幾% 再來這個叫平行型 也是有七十幾%的學生 在歷程中會出現 來這個叫共典型 輻射型 然後我好像最後再一分鐘給我一下 我說一下就是說你怎麼評數學創意 好這個是我的題目裡面其中一題的 螞蟻王國 螞蟻國王 螞蟻王國分土地 國王以圓化或區域搶給士兵 每個區域分給一個士兵 四個圓最多可以分成幼土 那用五個圓來分可以分成幾塊 好這是其中一個題目 好再來 我評他三個向度 第一個正確 而且正確一定是第一個優先的 第二個系統 什麼叫系統 所謂的正確就是 他的確可以最大化分割 系統就是說 我給你八條了 你排好之後 我可以看出你的第九條 第十條 預測你的第十一條怎麼走 如果你的圖形有符合這樣 我就說你具備系統性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Pattern 那創意 創意不是亂來的 我給很多很多的學生 好幾百個學生測過 畫過 拿回來 百分之十六以內的圖 正確的圖 然後出現率少於百分之十四 十六的 我就說他有創意 如果高於這個的 就是 沒創意 那 具備正確性一分 具備系統性沒有分 這兩個要具備 還有兩分 再來 有創意 這兩個都對的情況下 有創意 三分 這個一分 可是這兩個 一定要搭第一個 在你正確的情況下 我才講你的系統 跟創意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 來 這一個 就是三個都符合的圖 這一個看起來很有創意 對稱 可是他完全是比較沒有創意 因為 一半以上的學生 都會想到這個主席 所以他說被我們歸為兩分的 第三個圖 上面 沒分 因為不正確 這一個 這個有系統 可是他也沒分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 用這樣去評他的歷程 這個是沒分的 對不起 擺在這裡是錯誤的 好 那這個是學習單 這個就是我的對應推理 這邊是地毀推理 這裡是在看他的函數 好 我沒要再說了 沒有 好 就沒事 我想就是說 我用這樣來檢查 然後現在他有沒有有效 我很有信心的說他有效 有兩個點 我過去做的不太一樣是 他純粹就是回歸到普通班的學生 而且這裡的學生就是很一般的學生 不是說 你說 你們那邊是去寫的 本來學生就比較 其實就是很一般的學生 然後我用的教學的工具什麼 通通大概是所有的老師都拿得到的 因為那個竹筷子也是買得到的 那 我想說 就是說如果我要宣傳他有效 我希望他是一個的確是透過一個 科學化的證據來告訴別人他有效 那這樣子如果大家有興趣 感興趣要去做一個有效教學的時候 在流程上 大家可以一起來溝通 然後有任何的困難 希望我們協助 我們很樂意協助 謝謝大家